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邓伦 杨春面 显示自己啊 优秀 很优秀 非常优秀 我做的太多了 我很宠是不是 在哪儿 我无处不在 每天我都太难了 每天我都太难了 每天起床都面对这个 要工作 太难了 女生多少几寸微胖了 二十不 整二十了应该是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很正常 因为我本身是个演员 就是你演员不拍戏 如果连戏都拍了 那这个演员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现实的情况 就像刚出道的时候 是很渴望拍戏的 那个时候因为很渴望进步 很渴望学习 因为虽说是专业学院毕业的 但是没有真正的道路剧组 其实对于拍戏的那种感觉 其实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去懂得 去了解 所以还是要去实践 对 所以那时候很 就在一直拍戏 也是希望自己能 能尽快地去成长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对得起自己做的这个专业 其实这些否定的声音是别人带给你的 我一直都觉得演员 这个起码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作为演员 一直都很不自信 包括对于拍戏也好 就是你总怕自己演得不好 你也总觉得 你也有时候会迷茫 到底什么才叫演得好 就是什么才叫演得不好 怎么去演 大家才会能认可你 然后在本身很脆弱的这个自我的状态下 然后在我刚拍戏的时候 你会听到外界的很多声音 就是你根本就不适合作演员 你根本就不会演戏 然后你慢慢地你就会对自我否定 就是那我是不是真的不太适合这个职业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 心里唯一支撑我的事就是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性格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那种 要强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觉得我不行 但我也要试一试 所以这么多年来 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两个字就是坚持 如果对一件事情有执念有坚持 就一定能把它做好 而且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你付出多少 每个人的成功和收获都不是 都不是没有依据的 所以你付出多少 相应的你就会收获多少 那个时期很在意 现在我不在意 现在我在意的话 那我别火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倒无所谓 我说实话 我很怕就是很怕父母看到这些东西 他们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他们对这个东西就是 他们就觉得自己儿子挺好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他 就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困惑 我真的帮我妈妈解决过这个问题 就我妈妈会真的会 她真的会受困惑 就为什么 就她看到这些东西她会很难过 就她会打电话问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只能告诉她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关键是确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了 对反正就是你做什么 有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对 你怎么着都不对 但这个靠我一个人是没办法改变的 可能现在的这个网络可能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不是 真的不是一个人或者能改变的 所以那没办法 那我做这可能就是我的职业 所以我自己要慢慢接受这些 那我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我就演戏就好 我把我的戏演好 我把我的戏 起码我努力了 我把我的戏拍好 至于别的东西 那已经在我的这个职业范围之外 所以大家想说什么 那我就接受就好 我很幸运 对我很感恩 对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靠自己的执念 或者说努力也好来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也当然有一部分的运气 这个运气是说不清的 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运气 怎么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对但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还跟每个人的努力有关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很有执念的再往前走 这个运气它会看到你 它就会来找你 如果你很懒惰 如果你很很很很很萎靡 那这个幸运看到你 它一定不会想想想接近你 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最喜欢的地方 早安 徐老师 我一四天 你好 徐老师好想爱 徐老师好想爱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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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在表一个清房秘菩 录这个节目之前 我一次故宫没娶我 但是一直都很想去 只是没有机会去 但是在这之前 我一直都很 很渴望去了解 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自己也很喜欢中国的 就是可能这五千年的历史 可能我都很喜欢 但是总是不知道 去有一个什么契机 能去跟他能走得更近一些 所以对于故宫之前的印象 可能他就是很威严 然后很遥不可及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跟我录完之后的 一个性能的差别很大 其实就是录完之后 就觉得故宫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只要你走进去 你就可以马上的能去认知他 能去感受到他的美丽 我觉得这是录之前和录之后 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是有跟我聊 就我的家人们很喜欢这个节目 尤其是长辈们 他们很喜欢看这个节目 他们每期都在看 对然后包括父妹跟我讲 是你一定要 一定要继续录这个节目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 对于像父母的一代人 可能他们对于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 那种意识会更强一些 就是他们可能在他们的那个年代 可能会触碰的更多 就不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 太快了 就我们有太多新进来的东西 太多元化了 然后可能一时让我们 没有太多的空间去了解 过去一些传统的文化 但是可能在他们那个年代 可能就会了解的更多一些 所以我相信他们可能跟我的角度又不一样 可能比我的感触可能要更多 对而且我的家人像我父母 他们也很喜欢去了解历史 所以他们就他们看完了以后 然后还会还会回来问我 说就是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是 这个没开放 大家去不到 对所以就很好奇 录完这个节目 然后一直家人也跟我讲 然后他们也很想再去一次故宫 就是虽然以前也去过 但是看完这个节目想再去一次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的魅力 让你重新去认识一下故宫 从一个可能跟之前不同的一个角度 对所以我也很开心 就是大家看到会有这样的感受 杨春面 郡琴斋 钱庆功 建福工花园 显着自己啊 优秀 很优秀 非常优秀 我都喜欢 太多 说一个 黄伯老师 女生多少次算微胖 120 卢铁 卢铁 在哪 我无处不在 哈哈哈哈 那今天快乐啊快乐就是 啊就快过年了吧啊 这还挺开心的烦恼就是 有点累吧这些哈哈哈哈 我做的太多了啊我很宠他们了 爬墙就是喜欢别人了是吧 啊这没关系啊 我不知道厨师 下一次就是上新的公公第二季收官 牛肉宽粉 然后土豆 家庭排第一 爱好 我觉得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排的话可能我会把爱好排第二啊 把事业排第三 每天我都太难了 我每天我都太难了 我每天起床都面对这个要工作 我就太难了 哈哈哈哈 好 好